扶摇,无极发现扶摇真实身份,扶摇当上玄机国公主,奉敬范要遭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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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扶摇是根据天下归缘小说扶摇皇后改编的古装女性励志电视剧,由杨敏,阮晶天领贤主演,刘义军,王晋松特别主演,高伟光,赖毅,张亚钦, 扶摇,第一小,梁义木,黄又明,蒋龙,高探宇和阿易亚等连妹主演,胡可,宋佳伦,刘璇和娟子有形出演。 该剧讲述了出生底层的平凡少女扶摇,为解救同伴愤而下山踏上五周历险征途,在此过程中意外结识长孙无极,并与其相知相爱并肩而立,两人坚守虽千万人无往已的信念,历经磨难披荆斩棘,最终成功对抗不公的命运。 在之前的剧情中,我们了解到 扶摇就是寒连出生的玄机国公主,但是因为小时候遭到陷害,被迫出宫,来到了玄云山,这次的五周历险,扶摇遇到了玄机国二公主佛连,要说真正的佛连公主,那肯定是扶摇了。 而这个女人,从小就被假扮,如今扶摇出现,她的身份就快藏不住了。 在预告中,无极来到玄机国的某个房间中,发现了写有凤与无名的本子,他发现了蹊跷。 因为这上面记载的东西和其他人都不一样,无极也察觉到了不对劲,在小说中,扶摇之前的名字就叫做凤无名,看来无极最新查到了扶摇的真实身份。 之后的剧情中,无极帮助扶摇恢复了玄机国公主之位,这样二人也算是门当虎对了,而这个驾佛连奉敬犯据说结局很惨,被玄机国王下令万箭刺死,毕竟鸡君之罪是大罪。 扶摇恢恢复记忆情绪失控,他与无极的一段往事浮出水面。 在学会破九霄之后的扶摇被周书告知,只有他解开五重封印才能活下去,在玄元山,在太渊国无极太子与扶摇结识,所以在看到扶摇身上的五色石时,知道他就是师父让找到的五色石少女。 但经过太渊国两人共处后,他看明白她是爱她的她,已然决定处处保护她。 在这一期,佛连公主上线,据说是玄机国最尊贵的公主,寒连而生,在小时候便被无极太子贴亲,是无极太子的未婚妻,这一重重身份,积极行善,被称为佛连圣女。 在河边与扶摇聊起无极来,满眼都是幸福,在佛连心里,无极都不再是人,而是他心心念念的神。 扶摇剧照 但其实,扶摇才是玄机国最小的公主,只不过由于记忆被封,往事已经不再记得。 在原著中,扶摇的母亲是玄机国中的一名公女,因为国王久后寻欢才有了扶摇。 为了让扶摇能长大成人,母亲从小就把扶摇放在柜子里养大。 扶摇剧照 直到有一天,来自天泉的小无极太子无意进入房间,看见了瘦小的扶摇,一眼便喜欢上了她,她扬起莲花,无极抱她在怀里, 给她梳头,在走之前,她扯下衣巾,留下玄机图作信物。 又把她送回了小屋子里。 扶摇剧照 在扶摇小时候,看见闪闪发光的小男孩子说道,等我来找你。 扶摇甜甜地笑了,从此,她便等着,可谁知就在当晚,一场血腥洗刷了这里。 一切都仿若不曾存在,那个说等她的人再也没有回来,彼此再无预见。 扶摇剧照 她早已失了承诺 扶摇心里隐隐作痛,一片片伤疤血连连的痛啊。 母亲没了,她也走了,所遇到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,扶摇记忆在恢复之后,情绪自此失控。 扶摇周叔竟然没有死,复活后华丽归来,真实身份曝光。 昨晚上终于等到了电视剧扶摇的更新,在最新的剧情中,扶摇的五色石开始慢慢起到作用,但是关于这块石头还有很多秘密,这一点让大家怀疑知道五色石的周叔是否真的死了。 她的身上有很多秘密还没揭开,怎么会轻易领和犯呢? 对于扶摇的身份,其实大家都能猜得出来,那就是五色石少女,当年她被丢弃在玄远山脚下,使周叔将她扶养长大,虽说没有直接表明,但是在扶摇心里,周叔应该就是不尽一般的存在。 扶摇每次犯错的时候,周叔都是假装打骂,往往都是手抬起来却不忍心打下去。 她不希望扶摇可以有什么大的出息,只求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玄远部,因为这样的话扶摇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此生了。 可是扶摇不懂得周叔的良苦用心,学会了破九霄,参加了甜斗赛,打败了大师兄燕京城,但是燕烈却把扶摇关起来了,目的就是为了学会破九霄,一次玄远派可以重新站起来。 不过对于周叔,他身上其实还有不少的疑问,首先不过是玄远派的人,他的如何拥有破九霄? 第二,他为何会知道破九霄与扶摇能相呼应? 第三,对于扶摇的绅士他为何这么清楚这点?周叔死的那一刻有稍微提到过,小纸条,但个人认为事情,似乎没那么的简单。 第四,周叔死互生怀绝士武功,为何那么轻易就死了? 同时拥有那么强功力的他,为何选择待在玄幽部,难道就是为了守护扶摇? 按照现在的剧情发展,网友进行大胆的猜想。 周叔就是原作中扶摇的师傅。 扶摇的师傅是一个看似分封边边的老道士,实则是武朱大陆上排名第二的顶尖高手。 在原作中,扶摇的师傅之所以收扶摇为徒弟,是因为,他一开始,就知道扶摇是玄机国的公主,也知道扶摇的不同寻常。 这和辩试剧中周叔所知道的还是大致相同的。 如此说来,周叔就相当于小说中扶摇的师傅。 那么,他的背景也是十分强大了。 作为武朱大陆上的顶尖高手,就这么轻易被门给压死了,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呢? 故而,光大网友脑洞打开,纷纷猜测周叔根本就没有死。 现在看来,的确是很有这个可能性,有网友说,受伤的周叔后来被医圣宗月默默救活了,然后周叔就一直默默跟随在扶摇身边,保护他,照顾他。 还有种说法是,周叔功力如此深厚的一个高手,根本不需要宗月出手,完全靠自己就可以自愈。 周叔伴免者近日也出面说他还没有领和办,等很久他还会回来。 周叔的身上有好多泥皮都没有解开,并且笑边认为,有这么深功力的周叔,带玄荣布带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保护扶摇吗? 从这些种种看来,周叔独不应该这么狗带的就领了盒饭,很多网友都认为周叔到后期会复活,会帮扶摇一起共渡难关。 在电视最后片尾的时候,周叔的排名竟然在小七和亚伦珠的上面,但是国内的电视剧排名应该都是按主角到配角的顺序拍下去的,周叔竟然都在亚伦珠之上,反正小编感觉周叔之死绝不简单。 而且周叔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说自己还会回来的,去领盒饭,盒饭小哥让再等等。 看来咱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周叔啊?那么周叔到底是谁救的呢? 周叔知道的秘密似乎太多了,小编感觉周叔会复活可信度还是很高的,而且还会复活成一个反派,并且周叔死的时候让扶摇去五周收集灵气解除封面一样。 第飞天的手下飞燕也想要扶摇的封印解除,难不成周叔也是第飞天的人。周叔到底会不会复活呢?看过小说的小伙伴们知道吗? 据悉,在原作小说中,并没有周叔这个人物的存在,因为原着中,女主扶摇是从21世纪中穿越而来,而她的真实身份是玄机王和一个小宫女的私生女,扶摇出生时最寒莲花,身份非常的特殊。 和原作小说中穿越的场景不同,剧中的扶摇是从小在玄云山玄幽部长大的女奴,虽然生来身份卑微,但是她却有着一颗不甘平凡的心,为了改变自己奴役的身份,曾几次三番地破坏玄云山的规矩,还好有周叔的庇护。 欢迎大家评论哦!你们喜欢周叔吗?